他又咬 他又咬 每個運動員都咬獎牌 連我都咬一份 咬獎牌,流線影是不少運動員的指定動作 不過,在今屆的東京奧運會之中 得獎的運動員就不要再咬獎牌了 為什麼? 事由於今年奧運開始 東京奧組委最近就叫得獎運動員不要再咬金牌或者獎牌 為什麼? 很簡單 因為今屆奧運全部五千個獎牌 全部用廢氣電子設備提煉而成 而且在Twitter發佈過去 不少網友都說咬獎牌和咬獎牌沒有什麼分別 所以就真的不要做了 以免影響到他們的健康 而東京奧組委是用Twitter來寫簡單的字句 看看是怎樣 東京奧組委近日在Twitter發佈簡單的文字 是用英文來寫的 不用我翻譯你都可以知道我講什麼 我們只要互相公開的 The Tokyo 2020 Medals are not edible Our Medals are made from material recycled from Inertronic device donated by the Japanese public So you don't have to fight them But we know you still will United by emotion 哇,一看到就真是令人共鳴 今次大會的環保確認是以3R為目標 1R是減量,reduce 2R是reuse,重用 3就是recycle,回收 這三件事可以實現到環保的概念 說回環保議題 聯合國在2020年 發布了一個2020年全球電子廢物監測報告 看到了,在前年正是2019年 全球產生的電子垃圾已經超過5,360萬噸 而在2015年至2020年之內還激增21% 而當中在亞洲地區的電子垃圾是最高 而接近到2,500萬噸 你說是不是很厲害呢? 不過,很負面而已 而且預計會在2030年 全球電子垃圾數量還會超過7,400萬噸 是不是很厲害呢? 言歸正傳,我們都知道環保是永續的觀念 所以在2017年開始 東京奧祖偉就開始在日本全國民間 就開始參加了很多項目 從一個設計、採購、生產都非常民主 總共提煉出超過5,500公斤的金屬 原料就進行獎牌製作 而且仍是很漂亮 在這兩年之間反應非常之熱 總共收集了621萬個電子產品設備 包括我們用的手機 為什麼日本國民真的這麼支持 東京奧運這個體育勝會呢? 是因為他們從小開始有環保的概念 和他們的體育精神都非常高 試想一下,如果你是運動員的話 當你登上頒獎台 拿到一個這麼漂亮又環保的獎牌 簡直令你愛不釋手 我最後奉勸所有的運動員 無論是業餘或是精英也好 就不要再咬獎牌了 保持你的口腔健康 最重要的 今集就這樣了 下次和大家見面 拜拜 拜拜 各位如果想關注我通醫院的話 不要忘記瀏覽以下所有的網址 以及關注我所有的社交網絡 另一方面請支持我參加在大阪舉行的 2022年世界壯年運動會的遊泳學務 多謝 好 呀 好